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 一星期之前 我和大家分享了我家的石蠔 当时大部分都是春石蠔 这些花呢 当时都是花粒来的 现在打开了 最先打开的那两三粒 开了大概三天 上面那些就是一两天才开的 那它们的花呢 就非常漂亮 颜色很好看 它们是有香味的 春石蠔很多都会有香味 淡淡的清香 其实我本人是很喜欢这种味道的 那现在看到的这一束花呢 是在去年新生出来的一枝苗上面开的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春石蠔不一定是只有新苗才开花的 在以前开过花的老苗上面都有机会开花的 那稍后我就和大家分享另外的一棵 那这棵呢 我种石蠔以来呢 没试过种到一枝 可以这么高大的 那现在开花的那一枝呢 我刚才量过 由这个位到树 这一枝顶顶 这个位 是足够有70cm 是不是cm啊 这些 2尺多 我刚才量过 是去到这个位 去到上面这个位 这个 这一枝呢 我现在用这个 这个盆底的这个位 这个位 这边上 上到这个 叶尖 去到这个位 那我不太肯定 是否 cm 接近70cm 2尺多 那 的长度呢 对我来说 是第一次种到这么长的一枝苗 我没有特别照顾他们的 一年可能都是 施肥两三次的 平时呢 都是放在窗台 那个窗台向南的 所以呢 除了在 夏天最热的两三个月 我将它搬开之外 其余时间 它都是在 那个窗台上的 那 英国的天气呢 就算是夏天 都不会太热 所以呢 味道最热的 那一两个月里面呢 其实它都适应到 那么 光满那么多的太阳的 那 我现在种植的方法呢 就是用一个 桃粒水培 那 我这个外盆里面呢 基本上 长时间都有水在里面的 大家看到了 因为这个盆很重 我桃粒之中呢 也都加了部分 石仔的 那 现在看到那个水位呢 是有 那么多 长时间浸住水的 有时呢 如果譬如说 不空那段时间呢 我有时甚至会浸到 上面的 那 那 等它长时间些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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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水嘛 因为我平时是很少去理它们的 那 最近呢 就由天气开始转 过了最冬的时候开始呢 它们就长得特别厉害 那 那本来这些 苗仔呢 都是在这一枝 新的苗上面生出来的 本来它应该是开花先的 但是可能呢 温度不够冷了 结果它就生了苗仔 通常兰花呢 都是 好 需要 长花牙呢 是需要低温 较为冷一点的温度 但是 今年英国就 不是很冷 那 它成长的那段时间里面 就 天气比较暖 所以 它就变了 长了高牙出来 那 一枝 未曾开过花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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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苗 它居然就是在上面 这样生了两个 苗仔 其实 现在这个 尺寸呢 不可以叫苗仔 其实是可以摘出来 另外种的了 但是 我实际上有很多 我又不想摘它出来种 因为 其实它如果说到苗仔 它不止这两个 在后面的这一枝都是 这枝都是 它新生出来的苗 你又没有生过花的 是在去年今生出来 一直长大的苗 它是 本来应该将开花的 但是可能可能真是季节的问题 气候不够冷 它变了长雅 上面这个也是,很明显是苗仔 现在期待这些会不会开花呢? 每一个折眼上都有些东西凸出来 好像这个,都有些东西凸出来 但究竟它到时开到多少花?真是不知道 以前种的石熊是没有那么多苗生出来的 通常就算要生小的苗,都是开完花之后生小的苗 又或者是在盘,即近盘,在头的位置这样生苗 就很正常,很经常见的事情 就是这样在头上生苗出来 但是一枝未开过花的苗居然这样长苗仔 就真的比较少见 种了这么多年来说,今年是特别多苗仔 那这一枝呢,也是在老苗上面生出来的 这枝是真正老苗生出来的 即是说,去年开过花的这枝苗 旁边生了一个高华 那就很正常了,是不是? 这枝高华也是很长时间的了 是近期,天气开始进入秋天才长大了 那它现在在世苗旁边又再长一个世苗 所以我以前说过,我说石熬呢 即是除非你是太喜欢太喜欢的品种 同时间忍不住手 就买超过一棵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只要有一棵石熬呢 明年你就不止一棵的了 那石熬呢,其实它对我来说 我觉得很容易种的 那现在这棵这么大棵巨型呢 在前年 前年开完花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转成一种种植方法 就是涂粒水培来种 那经过了去年一整年的 没有任何改动过 所以今年呢,它就生得这么强壮 现在看到的它每一支这些苗呢 除了刚才的这一支是老苗之外呢 其余都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生出来的苗芽 一直长大,长大到现在这么大棵 开花的开花,生苗芽的又生苗芽 所以你如果有一棵的话呢 你可以种一两年里面 你可以拥有很多棵 这些已经是足够大的了 绝对可以摘出来另外种的了 那其实,上次看它呢 只不过是一个星期之前呢 拍过它呢 它的苗芽还没有那么大 一个星期里面呢 起码长了这两棵叶出来 那当时我就被它撕过肥了 其实应该是有整... 真的起码半年没有被它撕过肥 那给少少肥料它 它已经是疯狂地生 这个也是在头旁边那里生出来的苗芽 这些都可以把它分开出来 另外种的 像这个苗芽那样 都可以在底部割开它 那它就可以独立种的了 所以,石穷是非常容易繁殖 也是很容易照顾的 那现在后面的这一枝 很明显这些是开到花 是花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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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都是花籽来的 那就... 看看这双花 看看这双花又如何 看看这双花 看看这双花 现在看到呢 这些花籽 都没开花 它又在下面又生根 我想它当时是很矛盾的 很矛盾 就是花籽未形成的时候 它这个位置很矛盾 究竟是应该生双花 还是生花籽呢 所以... 不要管了 先生根 我觉得它好像是有这样的状态 因为通常 开花就开花 很少会这样 花籽下面又生根 我觉得它很好笑 好有趣 是吧 那你瞄下面生根 就正常了 是吧 但是那花下面生根 有点像 有点像 有点像女生生酥 不好意思 真的有时失控了 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而且看到它是很开心的 又是 之前说过 它们通常都是 在叶 就是这个叶的位置 对面 生花籽 生一枝 小小的耿村 然后就生花籽 那它通常就是 一束这样的 是两至四个花籽 通常都不会超过 四个花籽 那现在 这一束 又有四个花籽 四叶 翻开了 那就是证明它 它真的非常强壮 这一束就有三叶 里面那是刚刚打开的 它们打开的速度很快的 它们如果譬如 这一枝里面 整串都是花籽 它可以在三四日里面 全部打开的 所以它当时 如果一起打开的时候 你是看到 一大串的花在里面 很漂亮的 而且它们的香味 我真的很喜欢 很幽香的 很舒服的闻落 还有这个颜色很淡 白之中 有个黄色的喉咙 另外还有 淡淡粉红色的 唇饭 的花瓣 是非常漂亮的 一个品种 而且它那个花型 其实相对 春色酷来说 它都算大的 可能是本身它这个 这个苗是生得比较强壮 所以它花是比较大的 很漂亮 那我就预备了三棵花 和大家分享的 那在这一棵上面 都花了很多时间 那说一说 这棵叶呢 这样黄呢 我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 只是一棵两棵叶黄呢 我觉得它是自己自然淘汰 那平时我是怎么样去 照顾它们呢 就是刚才都说了 它是水培的嘛 长时间有水浸住 另外的话呢 就撕肥 我通常很久很久才撕一次肥 是不记得那么久才被一次肥的 因为基本上我是很少理它们 那平时有时呢 有时呢 就会用一些湿纸巾啦 那我通常呢 就会用一些 相对安全一点的 最好就是 就是可以 买到一些 较为天然的材料 和在化妆品店买的那些呢 就好过在 清洁的 买清洁的那些地方 因为始终 化妆品店那些 那些 它里面有些材料 都是温和一些 那我就用湿纸巾来 这样 抹它们 这样每一片叶 这样抹一下它们 去一下那些层啦 另外它们是 干净 亮一点的 抹完之后它是漂亮很多的 我通常就是这样去护理它们的叶咯 就是这样咯 两只手扶着它 那就很好处理的 那这棵 很大棵很漂亮的 就跟大家 分享了介绍了 那刚才说过 要开花呢 并不是说一定要 新生出来的苗 才会开花的 好像这一棵呢 就是 去年 大概年中呢 它开完花 我才把它 转成这样种的 那转了之后 就是叫做动动一下 动动过它 所以它就生长的状态就不太好 但是呢 现在进入了夏天呢 其实它已经是长得漂亮了 比早排漂亮了 早排未曾转暖的时候呢 它们只有一堆苗仔在那里 生得不大 不是很积极地生长 那到最近天气暖了 太阳多了 它们是明显积极了的 它们底下的根都是明显地生多了 那现在这棵就 就是转了这样种呢 总共来说都是半年多些 而且那半年里面呢 是在冬季呢 所以它现在生长的样子是很丑样的 但是明年呢 就是现在照这样的方法的肉种 种到明年呢 或者今年年尾呢 即使没有这一棵那么大呢 起码都会比现在好看一倍以上 所以呢 你种南花是心急不了的 尤其你把它转换过一个种植方法 或者转换过环境之后呢 它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适应的 如果正好是冬季呢 它的适应的时间更加长 如果夏季或者是春天 你把它转换过环境呢 譬如换植鸟啊 或者换盘啊 它的适应速度就会快了 因为那些春夏天都是它们生长的黄季嘛 是吧 那如果你在深秋或者冬天才换盘呢 那它就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期 即是要等到它们生长季节 才会再积极地生长 即是好像我现在这棵那样 我是在差不多入冬的时候转的 所以它一直就是这样呆呆滴滴滴 但是它的种植方法呢 我是洗了植料之后 就一直都是这样种的了 水培 那 是水培 即是有植料的水培 里面是石仔啊 桃粒啊 那些那些材料 是一些没有基的物质 即是不需要换材料的 除非它大到 好像这些这样 或者更加大的 你需要换盘啊 拆盘啊 才要处理 如果不是的话 这些你可以一直 不停地种下去 可以不需要理它 那刚才说 在老苗上面都会开花呢 那我现在这棵就是了 这两枝都是去年开花的老锦 那我有一些会剪掉它 有些不会剪 就是看一下那棵花本身有多大 即是好像我这棵那么大的 去年那时候我就会剪掉老锦 只是剪掉一枝 当时它有高牙的 那但是这棵本身它这么弱 那些老锦也这么少 那当时都有三个 三四个老锦 那我自己都剪掉它一个 剪掉一枝 就扔掉了 没有拿去繁殖 那现在呢 它在老锦上面 一样照开花 只不过是少一点 还有呢 这些有些巢皮 有些老叶 就没那么漂亮 但是它一样照开花 对比回刚才那棵 是不是小很多 这只花是小很多了 是不是 有时是 可能是品种本身上 都有些分别 又或者它那个 那棵树本身都很不同 是不是 尺寸差那么远 很明显 旁边那棵是强壮很多 是不是 那么这里呢 也都是有一片老叶 那这些叶呢 它自己这样干的 这些不是问题来的 是正常的 它自己的新陳代謝 正常的 这些这样的黄叶 那有时它们是落了些叶 那些老的花筋有时落了叶 有些又不落的 同样是春色熟 那好像我旁边这棵 那样 去年年底买 大花买的 它开完花之后呢 这些就照样在那 但是叶 一叶也都没落过 那所以有时说黄叶 也都有很多种原因 例如像现在这一叶的黄叶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所以这些类型的黄叶 是绝对不用担心的 因为之前我介绍过 需要担心的 有些要处理的黄叶的问题 但是这些这样的情况 是不需要担心的 那现在这枝花呢 它开完完 这些位置 为什么我不剪掉它呢 其实这些有机会 它会生根出来的 开完花之后 这枝 这枝露的花筋 下面有机会生根出来 形成一个小苗 就好像这些这样 正常的话 开完花 如果要生根 开完花才生根 那么有机会变成一个小苗 但是现在这个呢 虽然它的花是干了 但是就还没有什么动静 未必一定有的 是有机会有的 那这棵就 上次见它的时候 我就是用水培的方式 但是水培石垢呢 就实在比较难些 因为它的筋 因为它的筋比较幼 有时怕 水分比较不够 它的筋一下子干了 很快就可以干了 就变成死筋了 所以我就干脆用一个 涂粒水培 涂粒水培 那说涂粒水培 现在它的水其实都很少 我都应该要加些水给它的 那 现在这棵 它自己本身就有三个小苗 那我加些水给它 这是清水来的 那一般来说 都起码有这样的水位 即它起码有部分筋 碰到水 那平时就是可以这样种的 那 那现在这个是一个 一个 一个瓶的种植方法 之前那些都是 盆底有孔的嘛 即是好像这个 那样 都是两个盆来的 内外套盆来的 是不是 都是水培 有介质的水培 有介质的水培 那 但是这个呢 就只有一个瓶的 那这种种植方法呢 就 看起来就好看 但是相对来说呢 就没有 那些平底有孔 那么好照顾的 为什么呢 即是如果有时候 给的水分过多 你要按住这些位 来倒多余的水 那 那么 如果施肥呢 都简单的 就在上面 噴少少肥料水 那么多余就流了下去 但是流了下去之后呢 那些肥料水 遇到阳光 就有机会变成青苔 所以就 有好有不好 就是一个瓶的种植方法 如果是 这种种植方法 其实我是 最喜欢 因为 为什么呢 你有时候 比如 施肥你可以直接拿去浸 整盘浸肥料水 浸完之后 就拿起它 再放回去 盘 里 加清水 来继续水培 就可以了 又或者 如果好像刚才看到 那些水比较验了 那 整棵盘拿起它 然后这个底盘 可以拿去洗洗它 就是说 不需要 动到棵花 不需要 动到棵花 来处理 它那些 水垢 或者其他的东西 但是 这个一个盘 就不同了 如果 下面有青苔 那就比较复杂了 所以呢 现在这棵是新种的 见不到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因为没有青苔 没有成 我都没被它 没撕过肥 那如果万一它日子久了 下面垃圾了 那 就要 如果 忍受不了的话 就要整棵花拆出来 来处理 盘底下的问题 所以 有时候 种花 什么方法好 那 其实是要 想清楚自己 本身 是想怎样 就是你要 这样好看的 我不介意麻烦些 那 有一个选择 嗯 我要又好看 又不麻烦的 那 我觉得是这样 又不错 就好像这个盘 本身下面是有洞的 这样 就是盘底有洞 没有洞 的选择 意思就是说 那 最主要的就是 想分享一下 这棵花 它盛开了 虽然它 有的花 不是很多 因为这么长的 一枝苗 来计 我本来以为 它下面都应该 会生点 花 但结果 没有 差不多 三分一 这一段 都没有花 现在 现在就暂时 中间这一段 有花 开了 上面 顶顶都 有些 这些都应该是 会生到花 的 不过就变了 不是 所有一起来到开 因为那些还这么小 到它开花的时候 这些应该都 借了 那 这只春石棠 其实它的花期 都挺长的 虽然说 它 譬如这些 成熟的 来计算 它在三四天里 它 所有都开了 这一堆 这一堆 但它开完之后 它可以保持到 起码有两个月时间的花 所以 其实真的 很 很耐看 而且 它们的样子真的很漂亮 很喜欢这一种 类型的 蓝花 非常之漂亮 那这棵 就特别可爱 因为它有这么多苗 在那个 那些小苗 在那个新的苗上面生出来 而且它还有很多根 就是蓝花的根 是非常之好看 有一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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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进棵叶子里 在棵叶子里 在棵叶子里 穿出来 所以你说的根很强壮 现在这样 是足以可以拆穿到 另外分支 分分盘的了 但是我 我不想种那么多棵 如果 现在就没有朋友来探 如果有朋友来探 它们喜欢的 我都会撕给它走 让它们自己种 因为实在太多 你看看 这里又在这里生 这里又生 虽然它的花是很漂亮 但是我不想种那么多棵 你看 这个苗仔有两个苗 很开心 看到它也很开心 那等一下呢 我拍完之后呢 也是把它放回上窗台 我们现在的温度 好像今天 那样的温度 现在是下午2点多 都有22度 那湿度是55% 所以说呢 英国其实 是挺潮湿的地方 就算是夏天来说呢 是 比较干燥的了 夏天是比较干燥的了 但是它的湿度呢 通常都保持到 有50% 以上 通常 但是偶然一两天 会特别干燥的 那些就是偶然 所以 那22度 的温度 放它们去曬太阳 我觉得它们是接受到的 如果说 再迟多一两个月的太阳呢 就要将它们避下光了 即避免一下 中限那段时间去曬了 那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 也都多谢你收看 拜拜